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这新冠疫情再次的折腾 再加上今天是端午的假期 所以直接干脆就断了队 之前多多少少还能存一点 留个一两期就急 今天是彻底没了 只有去倒腾之前的存货 又回到春节那会儿了 春节那段时间不是因为连续停诊吗 那会儿歇了两个月吧 我们4月1号才开始出诊 从春节假期一直歇到4月1号 两个多月 回到去找的19年 从19年的某一期当中 这是19年9月某一期当中挑的 从青到重 外耳道的阻塞的东西 开始的这是在鼓膜表面被棉签怼 被棉签给逆上的叮咛块 耳内镜清理 虽然感觉在鼓膜上的操作有一点危险 但是在耳内镜下 还是有一定的保障 那么下一个就堵得满满的叮咛色 这个呢在耳科里相对是比较常见的 耳科医生但凡干这个 应该是没有人说是没有遇到过 而且多数并不把这个当作一个什么特殊的问题 各家医院处理的习惯不太一样 那么比较传统中规中矩的 就是和去点药啊软化 然后回来二次清理 一般是需要泡两到三天 那么再回来清理的时候啊 有的是医生操作啊 有的就干脆就是护士 护理人员啊 这个 冲洗 冲洗 如果是护士操作的话 基本上就冲洗了 医生操作 那么有一些 医生比较讲究的呢 就用这个 我们用的负压吸引器啊 把它吸出来 那么有的就没有这些伤害设备 或者实在没有精力去用负压吸引器操作的 也就拿个大针管子抽水冲啊 我刚上班那会儿都这样 我认为老师也是都这么教我 那会儿挺想究的 冲洗还要用这个生理盐水啊 专门 患者去文诊开一瓶输液用的500毫升 然后 生理盐水 然后因为在药房拿了生理盐水 有时候冬天偏冷嘛 我们上面还要备这个 开水啊 热水壶了 还开水 还往里倒 现在想想 哎 其实随便 随便拿个什么量排开性质 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带着一个很有时代感的操作 那么后来 无意当中啊 发现原来耳力镜也能处理这些东西 刚开始觉得实在是 有点鸟枪 不对 有点大炮打蚊子啊 大炮打蚊子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个东西真是真香 一旦上了手了 就再也丢不掉了 耳力镜对于丁宁的清理啊 虽然看着大财小用 当然是从医疗角度来讲 因为耳力镜设备很贵啊 就不光说这些摄录设备啊 显示器啊 这整个这一套东西 都手里拿着这个内镜 我们用的这个医用内镜 一支啊 这都是这种上千以上的 当然这个 呃 民用的这种简装淘宝版啊 淘宝版这种 属于大家自己可以观察一下看一下的 这个便宜多了啊 几百块钱 医疗用的 医疗用的里面有几千 啊 那么这个叮咛双色啊 当然这是从患者角度来讲 如果用内镜操作啊 可以加快这个操作的速度 呃减少操作中的不适啊 冲洗的呃可能就相对温柔一点 但是如果水温控制不好 包括冲洗水压的冲速过快 呃患者说会出现头晕的短暂性的头晕啊 这个是一个呃 生理现象 就我们的耳科 除了听力 我正好前两天看 大家的评论有个人说过 去医院冲洗啊 回来天选地转的啊 这是一个 可能我估计可能是水温没调好啊 因为比我们体温 呃 如果超过我们体温正常值 呃上下七度 呃就有可能会出现血运 冷热水试验 呃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内镜在处理腕道叮咛拳色的时候啊 有一个呃 非常大的优势 就这个能够快速的发现呃 腕道的胆指流 这个是靠肉眼啊 处理冲洗也好啊 徒手用信息也好 呃 做无法比拟的啊 传统的这个腕道胆指流发现啊 都是要经过 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啊 相爱叮咛拳色处理 就像这个病例一样啊 这个病例从外观看跟第二个病例没太大区别啊 也是叮咛块 呃包括我用耳镜镜清理到现在都觉得它是叮咛块 啊但是在往外勾的过程当中啊就 呃到这儿都是叮咛块啊 这就有一点呃 角化层的东西出来了啊 已经有血渗出来了啊 我当时处理到这还觉得有点奇怪 我说这个钉看着也不是特别的呃 坚硬哎呦怎么就出血了呢 呃在清理就发现这个万尔道的呃 部分区域是有被这个东西破坏的痕迹啊 因为第一个的操作器械啊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操作器械主要在万尔道的顶和前臂啊 呃活动 而到后臂器械本身并没有直接接触啊 然后这么明显的这种出血啊 一会儿换那个信器清理一下啊 曼尔道的出血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有的时候看上去霍拉来一股 但是很容易就停 因为这个位置往往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血管啊 皮肤下嘛 呃皮肤和骨骼之间啊 这种血管比较细 所以说的怎么通促一点啊 这局部的血流空了 血也就出血就自然停止了 虽然说血管密集很往 但是血管比较细 局部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排空状态 身体其他区域往这个位置供应啊 还需要时间啊 短时间 所以他能够出现这种啊 不会说单纯的外耳道出血啊 不会像什么鼻出血啊 咽喉区域出血啊 瞬间就把这个完全视野堵死 当然之前我也遇到过啊 有一些肿瘤 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些肿瘤 操作的时候 但是那个是异常的血管 那个一弄的时候 那血呼呼就满了 外耳道的顶臂啊 底臂包括前臂啊 皮肤还都可以稍微有点肿 但是这个后臂 明显就有破坏啊 而且还被我压了一个坑的这个机械 这个鼓膜上还有一个鼓膜松弛部的一个炮啊 这个病例我忘了有没有做过CT了 这个应该需要做一个CT看看 在这个区域有没有突到中耳的这种东西 因为有一些单子流不是单纯的 直线在外耳道里啊 而是还有往这个中耳里突破 后来我好像就没再见过这个病例了 因为有一些病人当时嘱咐啊 嘱咐这个一定要复查 好了伤疤忘了疼 后续没什么感觉 他也就不看了 所以我印象这个病例 后来我就再没见到 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早期的应该是一个单纸流 好我们下周再见 这个地方是什么事也不看了 这个地方是什么事也不看了